吉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投票进入倒数阶段 今天谢国良更是首度请假跑行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特别到场力挺 而在隔一天12号的时候 立法院长韩国瑜、台州市长卢秀燕 以及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也通通会陪同谢国良来车扫败票 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宣布要假计动员 全员出席晚上的造势大会 营造蓝营团结气势 党主席朱立伦亲自拿麦克风大声呼喊 为首度请假拼选物的谢国良拉票 罢良案投票倒数计时 蓝营全面积极备战 不同意票还罢免收拾党人 我们前党一致支持谢国良 罢免一定要有理由 现在的理由就是没有理由 蓝白河发生在基隆 民众党张旗凯林国成委员也陪同车扫 还有这位蓝营大咖最后终于松口力挺谢国良 刚刚与蓝绿白党团三长 还有卓奎吃完和解饭的韩院长也在脸书发文 12号下午会陪同基隆市长谢国良扫接拜票 晚会前蓝营大咖接棒陪同车扫 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台中市长卢秀燕 还有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等 统统都会到 这天我会再去基隆 我想给予国良市长支持 最主要是如果是为罢免而罢免 这种恶意的操作 我想是没有办法得到民众的支持 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 将会在13号早上8点到下午4点进行投票 总共7个行政区 投票人数为31万797人 根据规定罢免投票结果必须要同一票 多于不同一票 且同一票数要达原选区 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以上 也就是77700票以上 面对接下来的罢免战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更是发起假急动员上进发条 全力整备 面对接下来的罢免大战 谢谢大家 我们的节目台北采访报道